今天這個鳳凰、或是同樣的共同來翻譯 我心裡覺得十一萬分的開心 尤其我們鋼仔料的核市場 從民國69年開始徵收土地 興建到現在已經近36年了 不過30年我們的反核製救會成立將近30年了 所以沒有一個反核的團體說 這也是一個台灣的笑話 現在做不起來 這個併裝車,併裝不出來的併裝車 馬英九政府都要怎麼全部宣布說用封存 這個封存是一個拖延的戰術 為什麼我說它是一個拖延的戰術 因為核市根本就見不出來嘛 啊見不出來啦 他又要把他說要封存 封存又要說安檢 安檢好了之後再來封存 所以說我告訴你 尤其你拖延 現在呢表面上說是封存 實際上還是在內部還是在作業 所以我告訴你這又是給人欺騙 封存最封存的還要搞什麼安檢 因為做不好 然後一眼再眼 馬政府的馬總統的便子拉不下來 乾脆就把它先說封存 等到缺電的時候再來商轉 這又是在給人欺騙 事實上呢 台電根本就沒有缺電 核市建那麼久了還沒有建好 還是一樣 我們台灣沒有一天說有缺過電 所以我告訴你 不能這樣給人一片再片 我們空仔繞的那些居民都生活在恐懼中 阿美市呢 政府一說台電一說沒有電 今天的用電超過平時的用電量 我就開始去緊張了 緊張了是不是 他又鐵核市出來跟人家說 我就是準備商轉 準備商轉 所以我告訴你 不能這樣回去欺騙 啊幸好 我們依然有一個 那個人文基金會的陳希蘭董事長 他用生命還是來 堅持來 為我們來反核 出錢出力 寧可說核市或商轉的話 他寧可要去那邊自焚 所以我們台灣跟陳希蘭董事長 這種人齁 啊政府那 我們台灣 不用再用核電 他的精神齁 會向俄肉稱讚 所以說 我也知道希望我們媽政府 呼籲人民的性命齁 啊為了 個人的利益 要把核能發電廠當作是 我們必須的一個目標 這是出來的